港女中雍正正是被妖魔化得最厲害的一個 提及他真的有太多裝飾 位置不祥之語 比如說他是小生搶人丈夫 嫁年長30歲的老男人 說他婚後出軌被人捉姦 導致情夫當場找命 說他兩家豪門 說得最多的是雍正正是黑星 黑死了張國榮、陳北強、鍾保羅 1980年雍正正與陳北強、張國榮、鍾保羅合作可彩 之後非常巧合的可怕事件接連發生 1989年鍾保羅從自己住所的頂樓一躍而下 當場死亡 享年30歲 1992年陳北強服下大量安眠藥重度昏迷 1993年離開人世 享年35歲 2004年 張國榮從香港東方文華酒店24樓跳下 與世長寺 享年47歲 用正正自此成為災禍代名詞 好考不考的是 2001年香港著名大律師林敬業 也從他的遇所跳樓 當場斃命、轟動一時 而當年劉家良拋棲棄時 正身出戶 12要取雍正正的原因 據說是聽盡了他的一番雪池 一番關於前世今生的雪池 雍正正對他說 他們在前世就有緣分 那一世他是一隻羽毛金色的鳥 被劉家良養在府中 日日照料 夜夜相伴 這一世他為了還恩而來 注定要與他廝守終生 也不知是否因為這種暗示 劉家良無天下之大不懷 離婚 放棄所有家產 取少他三十歲的雍正正 之後識他如真寶 而雍正正也真的一直陪伴他到死去 晚年丈夫病重 他悉心照了 真的仗在還恩 當然坊間又有說法 剋死了老公 因為以上種種 雍正正這個人 邪門得狠 為英雄那麼命硬的人都說怕他 港媒對他更是極盡減染知能事 描述成怪力亂神的人 他一直被困在災星 出軌 小生 艷婦等關鍵時中 活在港媒的八卦消息裡 令人又艷又怕 而他偏偏又美貌 又聰明 又賴害 做什麼都能成 當演員一出道就是女主角 考舍考博 依如反掌 創業不快 吹灰之力 一出手 就成功 身家億萬 55歲 死了老公 還能再嫁 超級豪門 簡直無所不能 所以 他不像傳統的被輿論所害的香艷女子 他何不弱 不慘 也不以淚洗臉 不論遭遇什麼 不論什麼裝水配向他 都昂然地站起來 又臭又硬 永遠以人生型家的姿態 站到最後 所以 什麼評價雍勝貞 非常挑人 擁有自由意志的人 看得他的光芒 擁護傳統的人 看得他的混亂 1980年 雍勝貞拍攝完《學彩》這部影片後 在香港電影圈聲明大噪 後續和陳百強多次合作兩人傳出飛聞 是當時電影圈裡的一對金銅玉女 這編和陳百強的飛聞江澄清 那編他又和新人張國榮串移有戀情 成為當時香港狗仔追逐的熱點 可惜 多年後 陳百強、張國榮、鍾保羅一一去世 雍勝貞一下成為不祥之人 但和這三個人同時合作的女性 患有很多 比如徐傑、鄺美寶、趙雅芝 他們都沒有被貼上災星名頭 只有雍勝貞 也就事說 並無科學說法 此時雍勝貞倒微 被混在不祥阻操的泥寧裡 賺都無法爭脫 自證也無法自證 再加上他之後的事情又非常人能理解 混亂、不堪、非常態 難免就容易讓人聯想到一些有的目的 這件事情就是他與劉家良的事 大家都知道雍勝貞缺父愛 入行幼祖、十四歲開始拍戲 娛樂圈拜高柴呆 他備受欺負 直到遇見劉家良 劉家良、導演、香港第一母子 金像獎終身成就獲得者 南派功夫洪家權的的是全人 年長他三十歲 風流、妻妾成群、有妻有子 同時女人無數 但音差楊錯 黃氏與雍勝貞在一起了 當時 十六歲的雍勝貞 正與張國榮合作楊過與小龍女 明顯感覺到新人被針對 比如拍一場打氣 從威雅上落下來 武術指導故意不指揮 導致他與張國榮相撞落地 當時張國榮名氣並不大 又窮 也常常遭遇這中情況 他想到一個辦法 走劉家良 劉家良在影壇地位極高 圈中人都稱他為幫助 張國榮等劉家良拍完戲出來 直接高喊師爺 稱自己肯崇拜他 想拜他為師 劉家良答應了 有了靠山 劇組無人再敢欺負張國榮 雍正正羨慕不宜 對他說 你好了 那我怎麽辦 張國榮建議他也去請求 為了得到庇護 雍正正想了一個名招 他走到劉家良 你當了張國榮的師爺 不如你辦作是我男朋友吧 因為你是我男朋友 就沒有人再敢約我 劉家良也答應了 但出乎意料的事 以人竟然假棄真做 劉家良被雍正正大近30歲 已婚還不止一房太太 因為太太多 他一度被人氣稱為少林36房 即便是這樣 雍正正王氏嫁了 為劉家良生了兩個女兒 這段婚姻 陰水漢 都莫名其妙 普通人都會想到 放大款 借機上位 意識是人 於是一時之間 雍正正成為心機表第三者代名詞 但暫在雍正正的角度 不過是劉家良的出現 滿足了他一直渴望的父愛 他曾說過他可以控得你很高興 他對他的描述都是在強調接納 包容、重力、安全感之類的特質 而這些都是一個女兒對一個父親的需求 私底下他會叫劉家良、爸爸 並直言他給他的愛女更多是家長的愛 家良給我的愛不單是丈夫的愛還包含了家長的愛 以前我對人不信任 步步畏形 因為他我重建對人的信任 後來我生孩子 投放在女兒身上的愛更補償了我的童年遺憾 曾經跪伐的現在曲徑通幽地被微補 曾經渴望的現在以另一種方式補償了 因為這種原因 這段所有人都不看好的婚姻 他堅持到了最後 並且為了斷人口洩 他做了一個驚人的決定 離開娛樂圈 離開了就不會有人說他勝之緣 不做演員了就不會在人在背後照舌根 他適應喘而從傷去做保險經紀 沒想到一出馬就其開得勝 但一年業績就榮登全球前十 自此他順利完成轉型 從女演員到職業女性他無逢接換 這期間劉家良也有過不少風流吻事 他都沒有窮根究底 他承諾過會一輩子照顧他 那麼他永遠不會說離婚 不離婚的原因是因為他在離婚後會很徬徨 他會覺得你承諾照顧他一輩子就會順手承諾 可惜劉賢爾芳唱爆我登場 在他們婚姻進行的二十多年裡 雍正正這邊又發生過驚動一時的大事 這一次的男主角是林敬葉 他是香港著名大律師 2002年他曾來走雍正正談事 劉家良聽聞消息懷疑他出軌跑去找間 結果林敬葉不想被懷疑 趁劉家良進門時 到了陽台一不小心 墮流已亡 這件案子審了狠狗 最終 警方通過審慎地取證和審辯 認定林敬葉是意外聚留 雍正正與劉家良無罪而歸 可視 劉言紛紛揚揚 當苦羞辱一輪又一輪 恨不得吞了他 毀了他 雍正正沒有被摧毀 反而在這種困境內生出一種新的鬥志 學法律和之前的每一次選擇一樣 想到了 就去做 他考上香港大學法學碩士 這可不是水石 是窄窄實實 容不得半點水分的港大法學專業 因成績優異被教統局長頒發 終生學習結出學員長 四年後 他獲得法律是碩士學位 雍正正沒有終始 之後又考取了 中國北京政法大學法學博士學位 還到新加坡 攻讀了伊斯蘭法 再之後 他經首了多個大案 並出版多本專著 《劉家良忍不住讚嘆》 《乾什麼都聰明》 演戲 銷售 學習 除艾 《插花沒有玩不轉的》 簡直是禮害到家 為人也非常義氣 說到做到 劉家良結婚末幾年 就幻想了癌症 他從未嫌棄 盡心盡責 帶著劉家良到處求醫 通常末期癌症病人只有兩 三年受命 他說完那句話以後 我們參過來二十年 凡事皆有可能 但一定要努力去做 2013年6月 劉家良走完生命最後一程 享年76歲 作為妻子 雍正正傷心欲絕 在葬禮中多次雲缺 他以為這一輩子可能不會再有感情 但勵害的女性 在哪裏都會不晚光昂 無論什麼年紀都有魅力 2019年 他再度結婚 這一次的對象 是澳門家族的何游標 他是倒黃河紅月的兒子 也是何冬爵士的曾孫 身家驚人 他成了另一種傳奇 也成為香港的另一種標誌 非以一個女性 是容易的 罵他不守婦道 罵他過於反叛 不詳 瘋芒不露 都能毀了他 但人世間總有一些人 在無恐不入的女性審判中 活得淫淫生肺 塵埃擋不住他 口水淹不抹他 陰暗的 邪暗的傳言 也不能改變他 如果說 用正正給予我們意啟示 那就是無論多我惡劣的社會環境 當我造高的輿論環境裡 真正溫柔而堅定的人 最終還是會贏得時間與人心 好了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喜歡本期視頻 歡迎點讚訂閱加轉發我 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